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什么1111啦 1212这样子大家比较有记忆 那这个两年前啊中天被关台下架是这个2020的1212 那中天是在2020的1212的凌晨0点被下架 那2020的1212上午呢 刚好在总统府前面的台北宾馆啊 有一个这个公开的活动 是由我们的指挥中心啊 当时花钱啊蔡政府花钱啊 找这个三立跟discovery啊 2020的12月啊就拍纪录片 这非常无知的一个行为 这是我还是不太了解 为什么2020的12月就在拍纪录片 明明疫情到今天都还在 肆虐 就是他202012月他就拍纪录片 这是莫名其妙啊 那刚提到这个202012月12号的凌晨0点 这个中天被下架 所以当天上午蔡总统去参加这个活动呢 记者当人问这个啊 中天被下架 总统有什么看法啊 那这个是2020的12月12号到今天两年了 好 那除了那一次的媒体赌卖联访之外 蔡总统已经整整两年没有在接受 这个各大媒体的这个联访 中间他有上过几个专访啊 不过都是去比较这个 相对比较友善的这个 这节目去专访 说媒体的独卖联访 这两年前了 那加上我刚刚讲说 202012月12号中天被关台 我到前 我现在还是不晓得为什么中天要被关台 真的是 看没有 好 那这个是中天自己要去面对的 中天自己要去 这个 你不帮你不帮自己平反 谁要帮你平反 对不对 你不帮你自己申冤 谁要帮你申冤 其实我觉得韩国瑜是如此 中天也是如此啊 这个 很遗憾这韩国瑜到这次的这个浮选 他去站台啦 他去帮忙什么的 当然也有人继续K他啦 有人继续消费他啦 这个辱骂他什么的 韩国瑜也不在意 那譬如说我们在这次 126的开票 你看3D就凸彩的这么严重 其实在我们电视作业而已 那个不是什么 就是一个 一个key in动作的 就你在电视看 你怎么会把 两个人的票数弄颠倒 可是当你在电脑作业的时候 这是我们讲的AD啦 就是这个这个副控里面的这个 其实有的是小编 有的时候甚至是公读生 有些新闻台上公读生在做AD的这个工作 那他就是个key in的错误 可是你在电脑 你怎么把人家票数弄颠倒了 他当然不是故意啦 谁会故意把票数弄颠倒 那3D不是故意的 那中天是故意的吗 其实也不是 所以这个 1212这个纪念日 我也不晓得到了这个 这个明年啊 明年的1212 蔡总统还不会再出来接受媒体联访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对不起 我们今天从这个 那个阿滋啊 我是说把蓝色整的换掉 不是换个片 我不要 我不要用这个蓝色的底图 好不好 不是不是抛黑 我们这个默契不足 好 那这个2024中央大选很快 因为这个 这个礼拜 就是12月12号这个礼拜呢 这个民进党会决定他们党主席的补选 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人要跟那金德选 就我们现在提到这个2024中央大选 我看今天徐晓信说 他认为郭台铭是最强的 那当然尊重徐晓信的看法 那我不晓得郭台铭是不是最强的 我也不去谈民进党是谁要这个出现 这个也不晓得 因为这个各党的这个 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柯文哲要选 只是不晓得柯文哲要当政的还是当富的 这个还不知道 但是这个 我相信2024中央大选 应该是 很重要 很关键 包括这两天 大家看到这个大陆 针对我们很多的产品 各种的什么水产品 什么农产品 饮料 各种的这些 很多项目 甚至还有 还有人讲说 还有没公布的 还有更多要进的 那各位听到没有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果 果 结果的果 是两岸关系 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果 你看到的是结果 那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今天两岸关系会变化到这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的总统跟执政党换人 所以因果 因果 它是有因果关系的 你看到的是果 我就比较不讨论那个果 我在跟你讲的是因 就是为什么会今天走到 这个地步 所以我认为2024的总统大选 我先不去谈说 谁是总统候选人 我认为应该是说 对这个蔡英文执政的 这个蔡总统路线的一个 你说一个 期末考 一个审判 一个重新决定 一个抉择的这个机会 我比较愿意用这个角度 跟大家来分享 也就是说 在2024 因为我们要换总统 换总统 那换总统要换谁 那这个人是 他继续走蔡英文的路线 还是要跟蔡英文不一样 如果是继续走抗中保台 那如果继续抗中保台的话 就是我继续走蔡英文的路线 那两岸的敌意就会升高 你看这六年多以来 就是包括我刚刚讲的这个果 就是两岸没有沟通 两岸协商的机制 他就在你旁边 你跑不掉 你必须去面对他 去跟他相处 去跟他往来 那如果你2024选出来的总统 还是走蔡英文的路线 譬如说你投的是 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那这个民进党候选人 他可能就是 我要尊蔡 我要维持蔡总统的路线 我要继续抗中保台 就是你看到绿媒的洗脑 就是说 他们的主旋律是什么 就是主旋律就是说 蔡英文这六年多 到目前为止六年多的 这执政是对的 是正确的 是符合国际潮流 就是抗中 地方选举输 地方选举输就输 反正2022输 2018也是输 我只要20162020 甚至2024 我大选赢就好了 地方选举给你 地方选举不重要 我本来就跟你讲 地方选举不重要的 你们都不理我 大家在那边紧张得要命 那就是一个地方选举 你真正关键的总统跟立委的大选 决定国家未来方向的 你如果继续走抗中保台的话 那两岸就是越走越偏 越来的兵凶战委 这是一定的 所以我说是蔡英文路线的一个审判 一个决定 一个抉择 在2024有这样的一个选举 他赋予的意义是这样 好 那我就说我不谈人选 那我们现在看说 那如果不是蔡英文的路线呢 如果你觉得蔡总统这八年 到2024就八年了 你觉得这八年 在蔡英文的领导之下 民进党第一次的完全执政 两任的总统八年的时间 你看到的果 包括这些产品被禁 凤梨 世家 什么石斑鱼 等等 你看到的这些果 海峡中线的末器 共机的扰台 解放军的军演 就是各种的文攻武嚇这些果 那如果2024还可以选择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 修正蔡英文的路线 我们去中摆蔡英文的路线 就蔡英文路线太偏了 我们把它拉回来 看是回到马英九的路线 还是说我们往马英九的路线修正 就一种方法 就是说我继续往蔡英文的路线走 往蔡英文的方向走 甚至越走越偏 那另外一种就是 那我回到九二公司 我往马英九的方向修正 我觉得2008到2016比较好 2008到2016不用打仗 不会把它说 台湾就变成什么阿富汗 乌克兰 香港什么的 在马英九那八年 没有这种题目 没有这种威胁 那是不是那八年比较好 那我们回到九二公司 我们两岸可以坐下来谈 这个才是2024总统大选 真正的意义在这里 而不是说 你蓝的派谁选 绿的派谁选 白的派谁选 我哪知道你们要派谁出来选 而是我们希望说 不管你蓝绿白 其实对绿是比较困难 因为民进党的抗中宝台是他的神主牌 他甩也甩不掉 而是说各位听到没有 相对于蔡总统的路线 我认为不难选 我所谓的不难选 就是说 因为其实它是一个 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一个就是跟大陆对着干 就是现在蔡英文这样 我就什么事情跟他对着干 你这个怎么样 小三通怎么样 一直对着干 那另外一种就是 马英九2015年跟习近平 能够在新加坡平起平坐 坐下来谈 两岸最高领导人 当然是在新加坡 第三地 然后坐下来这样子 历史的破冰 哪一种路线你比较喜欢 我是陈回文 所以在跟大家讲说 总统立委大选的重要性 迫切性 是远远大于地方选举 当然我们地方选举 已经结束了 除了这个极少数的 像嘉义台北跟南投要补选之外 接下来就是这个2024的总统大选 他的时间表非常的快 我就跟你讲说我们一直在选举 我们在选举那国家要比较好 就一天到晚在选举 实在非常的无奈 他占据了我们很多思考的公共议题讨论的空间跟时间 可是并没有变比较好 那我不晓得一支选举到底是 是不是就一直换人 从李登辉到 陈水扁到马英九到现在的这个蔡总统 那2020还会再有这个总统大选的这个机会呢 那就是大家来做选择 那我们看到江泽民先生的离开 这当时一个所谓的这个大陆第三代领导人的一个离去 那他的骨灰啊 大陆媒体的报导也这个海藏 那也遵从他之前的遗愿 那我就是江泽民那时候大概就是30年 刚好今年是九二公司30年 这30年来的变化 我们要去面对了 我不是我大陆的变化我们不太谈了 因为这30年来大陆巨大的变化 这个全世界都看在眼里了 30年前的大陆跟现在的大陆 说我们自己30年来的变化 我给大家看的这个表 我来念一下 因为我们很多朋友 他没有办法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 这个是政治大学的选举研究中心 这个是当然就是国立政治大学 他当然是有政府有编这个预算有经费 所以他比较从容的能够去做这个研究 做民意调查 那这个民意调查 从1992年做到现在每年都做 你看国内现在所有各大民调机关 没有一个能够比得过政大选举中心 他我每年都做 我做了30年 你哪一个民调做了30年 没有 所以这个调查是非常具有权威性跟指标性的意义 那他在做什么呢 他在做这个 台湾人跟中国人认同 从1992年30年前开始做 那这数字我们之前都跟大家讲过了 我们再跟大家讲一遍 加深大家的印象 来让大家了解说 其实这30年来我们的变化非常的巨大 譬如说呢 在从第一年 1992年第一次调查的时候 你自认是台湾人的这18% 他问你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还是你认为你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他的这个调查是这样子 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还是你认为你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 各种的这种的这个可能性 那在1992年的时候 自认是台湾人的是18% 18% 那自认是中国人的是26% 所以在30年前的政大的民调是 自认是中国人的比较多 26比18 我自认我是中国人 我怎么会说我是台湾人 我的国家是中华民国 我怎么会说我是台湾人 我的故乡在台湾 我在台湾土生土长 可是我是中国人 我们现在很少 你30年的标准 你现在很少听到讲我是中国人 你现在在路上说我是中国人 人家会以为你是大陆人 因为我们自己久而久之在民进党刻意的洗脑之下 你不太讲说你是你是中国人 其实你当然是中国人 我也是中国人 可是现在年轻人或是这个一般来讲 你现在年轻人或是这个一般来讲 你说你是中国人 你还以为你是大陆人 你不要中国的这个字眼 所以我为什么非常讨厌一个国民党的民代 就是这个 好久之前 我跟他在某一个节目同台 当时这个题目 我们在飞地晚餐讲过 我说中华民国的简称是什么 中华民国的简称是什么 当然是中国不然 中华民国的简称不是中国 中华民国简称怎么会是台湾 中华民国的简称本来就是中国 所以当年联合国成立的是中美英法书 这五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中美英法书我们是中 中华民国不是中 那不然是什么 然后那个国民党的那个叉叉 他就说中华民国的简称是ROC 我实在很想要把它扒下去 但是我觉得哎 这很无聊啊 中华民国的简称叫ROC 这种耍宝式的 我就很讨厌这种无聊的人 那我刚讲说这个 在1992年的时候 自认是中国人是26% 自认是台湾人是18% 26比18 那你自认你是中国人 也是台湾人的呢 是占46% 这个是最多的 自认是台湾人18% 自认是中国人26% 你认为你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是46% 这是1992年的这个民调的数字 那30年过去的 好这非常的快 这个30年一眨眼就过去了 30年后呢 今年政大做一模一样的调查呢 自认是台湾人的 从30年前的18% 变成64% 所以你是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 我是台湾人 从30年前的18%到现在变成64% 那你自认是中国人的呢 你自认是中国人的 在30年前是26% 现在剩下2.4% 从26%变成2.4% 那是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26%变成2.4% 这连十分之一都没有了 所以你看这30年来 在我们自己这边 我们内部巨大的变化 这种洗脑 从李登辉啊 李登辉基本上就是个老贼啊 我说赵少康这些人 他们那时候就是为了对抗李登辉 成立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新国民党连线 功败垂成啊 很可惜 他就是国民党内部 就发现李登辉矛头不对了 赵先他们早就知道 李登辉在想什么了 李登辉就是 他就是把国民党给卖了 国民党2000年为什么会败选 为什么要去动审 你本来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省 他就把你动审 他也不敢费审 你如果费审老贡就打过来了 不然你去问习近平看看 他就动审 我们就这个台湾省还是留着 我们省长就选这么101次 就宋楚瑜啊 宋楚瑜跟陈定辉在选台湾省长 就选那么一次 选完之后李登辉就把他给费了 从中国人从26%变成2.4% 那1992年你自认你是中国人 也是台湾人的呢 是46% 隔了30年了 今年最新的调查 从46%变成30% 你自认你是中国人 也是台湾人的 也变少了 从46%变成30%了 那你自认是台湾人 是64% 它是压倒性的 自认是中国人 剩下2.4% 那你还在你还在跟我讲说 什么叫做维持现状吗 所以我一直在跟你讲说 讲那个维持现状的 它根本就是一个假议题 讲维持现状的是 自己在骗自己啊 只要提到两岸 就是维持现状 不同不独不误 那你30年来 我们我就说我们不谈大陆吧 就是我们自己内部 产生了这么大的认同的变化 那这些民调这数字 它每年都是公开的 它大概是六七月的时候 政大就会公布 你在网路上都找得到 它六七月就公布 六七月就公布 大陆的对台单位 它每年都在看啊 它就是一个曲线嘛 这个数字的变化 就是这么的 那你说这些数字 是哪里错的吗 它某个程度而言 也反映出这30年来 我们的变化嘛 就从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蔡英文 你说改克刚有没有用 有用啊 有用怎么会没有用呢 对台独而言 这太受用了 我就去中去讲嘛 我就把你切断 你跟中国的连结嘛 就你不要讲你是中国 怎么不是中国呢 当我们被联合国踢出来之后 中国也不要啦 联合国的这个常任理事国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拿走了 那是197年 我们当时还汉贼不两立啊 叫做排我纳斐案 在197年 我们那时候就叫大陆叫匪啊 他们是共匪啊 排我纳斐案 那是50年前的事情啊 1971年啊 51年啊 但我们现在 这整个 整个 每天都维持现状 你维持什么现状 现状变啊 就我刚前面讲的 蔡英文路线的抉择 在马英九执政那八年 两岸是这样子吗 是吗 就不是嘛 那现在蔡总统执政六年多 两岸这样子 你开心吗 你高兴吗 你很独 说我是独派 我就每天要跟阿共要收钱 这个是台湾主流名义嘛 这什么事情都跟大陆对着干 他们要干什么 我们就骂他 然后他不买我们东西也骂他 他买你也骂 他不买你也骂 每天看不起人家 要赚人家的钱 这样的路线 这样的氛围 这样的两岸关系是你要的吗 这符合我们大家的利益吗 这你2024如果还有选总统的机会 你要选哪一个路线的总统 他要把我们国家带到哪里去啊 他一天一天到我们就维持 这没有没有现状现状已经变了 现状你从30年来看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30年前自认是台湾的人是18% 30年后自认是台湾的人是64% 30年前自认是中国人是26% 现在啊今年自认是中国人的剩下2.4% 那你自认两者皆是你是中国人 也是台湾人的1992年的说是46% 今年最新的调查是30% 那如果如果你是大陆的对台单位 譬如说你是大陆的智库啦 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对台工作小组啦 你就每天研究台湾的 你看到这些数字 你的感想是什么 你看到这个变化 你的对策是什么 如果你是大陆 你是北京当局 你也赞成维持现状 他们课纲 每年这样子洗20万的年轻人 假设我们一年出生是20万 其实是不到20万了 我就算他20万 你每年再去洗20万的年轻人 你把他洗脑 就维持现状好 你再多洗个几年好了 就所谓的天然毒 所谓的天然抗中保台 继续的累积 继续的增加 对大陆没有情感 对大陆没有认识 他也不了解中华民国宪法是啥 每天就你看那些有的没的 就是这个一边一国 不讲中国啦 讲到中国就是 对岸是中国 我们才是中国 我们的中国比他早 你也不谈 然后这个蔡总统就说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然后中华民国在台湾70年 所以1949年之前的他都不算 今天是中华民国111年 为什么是只有70年 为什么只有73年 不知道 大家也无所谓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困境 我没有在跟你谈小三通 小三通那个 我跟你说那个是果 那个因是什么 因就是我们种下来了 蔡总统他领导的这个整个国家的方向 整个路线 所以这个地方选举2021 126的投票书的时候 一直叫民进党 民进党他不会去检讨这个的 他荣获去检讨什么提名 检讨什么防疫那就不得了了 他不会去动他的神主 康中宝台是对的啊 不过民进党是要 民进党他就整个都摸摸掉 他不会承认的 所以你看他2022选之前 我就跟你说他就是打抗中宝台 真的打抗中宝台啊 只是输的啊 选举的结果是输的 那他2024呢 他2024他一定继续打抗中宝台 2024民进党的主旋律是什么 蔡总统八年执政 台湾走向国际的啊 哇世界各国都支持台湾啊 你看这么多国家的这些什么 我那天看说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叫做什么 捷克的裴洛西也要来 你也好了 我真的看了一眼 就是意思说捷克的众议院的议长啊 明年也要来访问的 你就别来了啦 因为捷克的众议院议长 没有人在乎你是谁啊 美国的众议院议长 现在是麦卡锡啊 应该讲说1月3号之后是麦卡锡 他们下一个国会是1月3号就职啊 美国的众议院议长才之前啊 你捷克的参众议院议长 谁利益啊 他的他的故事就是 这八年的执政是成功的 抗中保台是对的 然后美国欧盟日本国际社会都支持我们 好我们是站在第一线对抗这个专制啦 威权什么的 然后这个路是对的 民进党要跟你讲的故事是这样的 我是要告诉你这个故事是错的 你看到习近平前几天到 这个沙奥地拉伯 沙奥地拉伯以前是我们的友邦 以前我们跟沙古很多的这个合作啊 融工处啦什么的 那时候大陆哪有什么一带一路立马好了 我们的融工处在沙奥地拉伯的时候 大陆还一穷二百啦 这几十年来的沧海变化 我们现在哪有什么融工处 哪有什么农工队很少很少啦 你看到的是大陆的 他的他大陆所谓的一带一路 就好比我们当年的融工处跟农耕队 我们以前有那个实力啊 我们现在没有啦 那人家在进步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抗中保台 我们一天到晚在选举啊 一天到晚在补选 一天到晚在投票 还要做民调 还有一大堆争论节目 我们先进行 非得晚餐 我是陈慧文 刚刚提到习近平啊 他前几天在沙奥地阿拉伯 一连串的这个国事访问 包括之前他在G20 APEC的这些外交的这些初级 其实基本上就刚刚我们提到说 大陆的这个经济的实力啊 这个全世界 这个有一百多个国家的 最大贸易伙伴都是大陆啊 那怎么办呢 那他的最大贸易伙伴是大陆 他只能跟大陆做生意啊 往来啊 赚钱啊 各种的这个工需啊等等 那另外一个就是大陆的这个 他的跟这个 所谓他的友邦的这个交往的这个 政策跟美国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呢 美国呢 比较喜欢这个指指点点啊 就干预人家的内政 那大陆的做法不一样 大陆就是 我尊重你的主权 我也不要你选边站了 那我们不要这个搞什么 什么小圈圈什么也不要 但是我尊重你的主权 你也尊重我的主权 我不干预你的内政 你也不要来干预我的内政 那这样子 譬如说像这个 这个 沙地阿博这些国家 他们中东国家 他们很受用啊 你也尊重我啊 好 你有经济式的实力 然后你也不会管我的 你管我干嘛 我也不管你啊 各位朋友 如果有一天我们 两岸出的状况 你就会发现 美国跟蔡政府 包括绿媒跟你讲的谎言 有多么的残酷啊 包括美国在内 日本欧盟 所有跟大陆有邦交 这一百多个国家 他们都认为 台湾是大陆的一部分 你说哎呀 怎么那么多国会议员 什么杰克 佩洛西 什么韦德奇 什么的 立陶宛那些 你们那些都不重要 因为 那些国家的总统 总理首相 他们国家的领导人 他们拍板 决定的那些人 他们都认为说 哎 台湾是大陆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他不会管你的 那你去邀请那些国会议员 来在做啥子呢 你去笼络那些国会议员 有什么用呢 他们是能干嘛 就是来吃吃喝喝的 哎 我们支持台湾哦 嘿 我们这个 你是能帮什么忙 你帮不了忙 你只是来吃喝来玩耍的 他营造那种假象 哇 这个 这个 我们好多人支持我们的 你满好了 好多人支持我们 我们怎么会被联合国提出来 我们就是表决输人家 回不去啦 哎 大家 大家 都在面望那些 好 那刚刚跟大家提到 这个民进党党主席的补选 这我们切回正常画面 我们从 这个第二段地表 民进党党主席的补选 就是可能是赖兴德 唱独角戏 因为不会有人跟他选 那这也代表说 民进党的这个内斗 摊牌呢 我的研判就是往后演 就是你要当党主席 就给你当啊 那你这党主席能干嘛呢 要干嘛 中央党部听你的 根本就无所谓 因为民进党 他这个中央党部 他比较像这个 一个党务的 这个选举的机器啊 没什么用啊 那你的那个 重要的资源 当然是控制在 总统府跟行政院嘛 那些这些东西 赖兴德是碰不到的 你要中央党部就给你啊 你要当阳村党主席 给你当啊 你是能干嘛 我也不晓你要干嘛 就我上礼拜跟你讲的 你把蔡总统的遥控器拿走的 蔡总统会放过你吗 蔡总统要的是一个遥控器 是一个类似着容态的人 你去当党主席 可是你要听我的 你要对我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那显然 赖兴德就不是这种角色啊 我跟各位这个上礼拜 讲过这个故事就说 这个2017年啊 蔡总统邀请组阁的时候 赖兴德拖了三个月啊 很不给蔡总统面子 你找不到人啊 林犬也是在那边焦头烂额啊 我邀请你来阻隔 你拖了三个月 好像你姿勢很高 好像你外套的 这个就是赖兴德的个性啊 我是完全反对 王世坚讲的那个插话啊 尖哥讲什么呢 王世坚说 赖兴德清新改革正直 我听你在那边 王世坚 你哦 对柯文哲比较有研究啊 赖兴德你是 赖兴德你要去问谢隆介 谢隆介才是专家 还怎么轻心改革正直 不必啊 赖兴德就是这样的人啊 那我们也都知道 2018后面的故事嘛 蔡总统邀请你组阁 你拖了三个月 蔡总统2018 他地方选举惨败 就韩国瑜赢得那一次 他惨败 赖兴德丢磁城 他不干行政院长 蔡总统未留他 他不要啊 他坚持要走啊 我邀请你来 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 你推三组是拖了三个月 我们民进党地方选举输的 我最需要你稳定军心的时候 你坚持要走 赖兴德 有人这样做人了吗 你是多厉害 叫你当行政院长 你买得像买的 拜托你留下来稳定大局 不行 我一定要走 我干不下去了 你辞行政院长就算了 你坚持参加民进党的总统初选 你叫蔡总统不要连任了 你选不上了 你被国民党 被韩国瑜打成这样子 你选不上 你不要选了 赖兴德就跟着那些独派大佬起哄 你不要再选了 你下来了 你这样我们民进党会崩盘 你这样不行 你看不起蔡总统 叫蔡总统不要连任 这个是做人做事的道理吗 我任命你当行政院长 你当了一年多 然后我地方选举输了 对不对 你在背后补刀 这个是什么人情意理呢 你的行政院长是我给你的 我栽培你的 你做的一年多 没有什么政绩也就算了 选举输了 然后你就一走了之 一走了之就算了 你还要来抢我的位置 还要把我干掉 民调赢我20% 叫我不要选了 叫我滚蛋 这个不是做人做事的道理 这个就是赖清德 就是王世坚大力称赞的赖清德 没有人这样子的 你现在说你要选党主席 蔡总统会祝福你 我讲蔡总统会祝福你 那就不是蔡英文 还有这样子的 你这样子搞我 然后我还去祝福你 我还帮你先党主席的补选 然后再让你获得 民进党总统初选的提名 然后再帮你打赢2024总统的大选 你不要笑死人了 这怎么可能 你以为蔡总统是度量这么大的人 这个一笑民恩仇 昨日总统屁如昨日死 不要记得这些东西 谁记得谁痛苦 我们一起为台湾的前途奋斗 我们不要再管那些的 我们一起把国民党干掉什么的 蔡总统他当然有他的盘算 他当然有他心仪的接班人 这个说党主席还没补选 说赖清德的副手已经出现了 说是萧美琴 我想说哇这豪塞的 党主席都还没补选 赖清德的副总统搭档都来了 这样子也能 这个实在是太神奇了 就民进党的总统初选 赖的人都不见得是赖清德的 然后赖清德副总统已经跑出来了 在民进党的总统初选的时候 是不用副总统搭档的 副总统搭档是你获得了党的提名 你要去选委会登记的时候 再告诉大家你的副总统是谁就好了 好不好 而且你的副总统也不见得要是民进党的人 这样大家了解吗 比如说我是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我要找个五党级的来当 我的副总统搭档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陈建仁当时就是五党级的 陈建仁啊 他就是五党级的这个 当时的 他现在是民进党的党员 后来蔡总统邀他入党 那我问你蔡总统为什么要要陈建仁入党 他本来五党级好好的 你让他入党干嘛 蔡总统在布局啊 蔡总统去祝福赖清德 你嘛好了 好那是不是小英的接班人 是不是陈建仁才是最爱 那个这个礼拜看不出来 因为这个党主席就跟你讲说 这个十之无畏 弃之可惜啊 不重要 那等到民进党的总统党内 所以因为党主席是这样 他就是要去处理派系的 这些共治的问题嘛 但是你党主席 你不是总统的时候 你手上没有资源的时候 你就很难让各派系 心服口服嘛 那民进党的总统初选的办法 一定要各派系都同意 才会付诸实现嘛 所以陈建仁也不用担心被干掉 英系在里面又有中常委啊 怕你啊 对不对 初选也不是你赖清德 一个人说的算 你也不可能没收初选啊 谅你也不敢啊 所以真的要决战 这个到后面再说 我觉得民进党 蔡总统会不会 这个我们到时候再看 我只是把故事讲给你听 好我们来看这个 TBBS今天公布的 最新的民调 这个民调数字 我是蛮诧异的 在台北市第三选区的 这个立委补选的 王宏威目前的支持度是46 吴怡农的支持度是38 这个46比38 这个数字其实看起来 我觉得非常的这个 替我的学妹啊 王宏威感到有利 因为他赢的不多 好就是你在95%的信心水准 你的正负误差是3% 正负误差3%就等于是6%嘛 3%3%就是6% 所以你说你赢8%有赢很多吗 就几乎是没有赢啊 这样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领先吴怡农8%嘛 可是正负是三个百分点嘛 那就是6%啊 所以就算你领先 你领先的也非常的有限啊 好不好 所以我看到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民调数字 我是觉得 有点有点有限 因为你在媒体上看到 就说有些人呢 会把这个 吴怡农呢 当成陈时中在打 因为陈时中 你把你把打趴了嘛 就就把吴怡农当陈时中打 可是实际状况真的是这样子吗 譬如说 TPBS他问了一题 比较比较关键的一题说 王宏外刚当选市议员 然后现在参加立委的补选 这个你认为恰当吗 认为恰当的是36 就是你刚刚当选市议员 然后又参加立委补选 认为恰当的是36 认为不恰当的是44啊 所以认为不恰当的比较多啊 36比44 就你的民调你是 你民调赢他一点点 然后认为你 这等于就是落跑了 我们讲白话一点 就是落跑 认为你这样子不恰当 认为你是个落跑市议员 然后跑去参加立委补选的 认为不恰当的是44啊 这个实在是比较有点 坦白讲我看这数字 我都替王宏外这个 这个这个紧张了 因为其实在这一区 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懒 特别是中山那一块 没有想象那么 那蒋万安他当初在2020的这个选举呢 在立委的选举他才赢吴亦农才赢6% 蒋万安是连任的哦 吴亦农是一张白纸哦 他从来没选过 他就像端下去跟你选 他就输6%而已啊 所以很多人就骂吴亦农说 你是什么农包啦 是什么什么 把他讲得很难听什么的 结果你现在看到TVBS民调 他几个三十八啊 三十六三十八 我看一下 王宏威46嘛 吴云龙38 你以为他输很多吗 你以为是一面倒吗 你以为民进党是怎样 是让你退假的哦 你以为真的赢吗 我跟你讲哦 台北市12个行政区哦 当然不是在这一区的 12个行政区里面有一区 是蒋万安输陈时中的 12个行政区蒋万赢了11个 有一区是陈时中赢的 好所以台北市不是 不是你想象的 对啦最后是蒋万赢 蒋万是42嘛 陈时中是32啊 然后黄山山是25啊 好所以你说赢很多吗 其实没有赢很多 陈时中赢蒋万的那区在大同 大同那区是非常非常绿 绿到出资啊 大同那区的立委是最难选的 所以我鼓励国民党 我不要点名 点名得罪人 国民党想要选立委的人 勇敢一点 去挑战大同的核资委 那区最难选了 我希望能准备